在两个月就是农历新年了 不少人会外带年菜回家来吃团圆饭 而现在饭店业者的年菜大战 也已经提前开打了 像是军品酒店就推出了 泰式还有美式的异国风味年菜 才推出一个月就卖出了将近百套 另外像是金华酒店 去年被秒杀的鲍鱼盆菜 今年他们又再度推出了 同样才一开卖就卖出破百分 熬到金黄的汤头 里头还有整只的小土鸡 另外一道油饭上头铺满栗子樱花虾 过年倒数年菜大战也跟着开打 鸡蛋鲜炸过呈现半凝固状态的蛋黄 上头淋上泰式酸辣酱 另外一道则是超过五公分的大草虾 用泰式咖喱调味 军品酒店推出一国风年菜要抢商机 可以看到桌上有柠檬鱼 曼谷炸蛋等等的泰式年菜 吃年菜之余还可以换上我这身 传统的泰式服饰体验一下 一国的过年氛围 沉浸式的外代年菜 那其实我们就是推出了泰国版跟美国版 那这两套餐点我们都还会随机的送上 我们的当地的一国的服饰 年菜出了以后 我们大概已经在11月推出之后 就大概卖了超过近百套 28头的鲍鱼 刺身 原贝 中东花椒 还有帝王虾铺满30公分大的砂锅 就到豪华刺身盆菜 去年金华一推出就大货好评 一开卖就秒杀 这回又再次回锅 除了中式以外还有西式 因为有一些可能在台湾的外国人 他们会有需要 所以我们也有西式和日式的选择 今年的话其实讯息刚释出 就已经蛮多的询问 目前已经销售了上百套 国宾饭店今年推出盆菜佛吊祥等等 买了年菜淘锅直接带回家 还是爱美寄出盆菜和单品菜 早鸟还给九折 天成饭店也有早鸟优惠 一道菜最低688元 目前已卖出上百组 带动两成业绩 过年为如 不管是自己组还是外代年菜 一家人久违团聚 吃得开心还是最重要 动森财政新闻 刘子弹林浩宇 台北报导